历经15年累积粉丝突破400万人的 东森新人王歌唱大赛 3月31号本周六将联手灭绝时代黄小虎 与民歌手陈世安在大庄家赌场度假村 举办新人王15周年演唱会 其中新人王冠军歌手郑启奇跟唱长Jason 也会有精彩表演与粉丝同乐 一曲网络上点阅日热爆360万的超强金曲 没那么简单 来自台湾的灭绝师太黄小虎 充分展现出他震撼歌迷灵魂的唱腔 外加低沉浑厚充满感性的嗓衣 更让现场观众陶醉 至于同样拥有铁肺天赋 2014年的东森新人王总冠军 郑琪琪当年幸运暴走破天荒的 1万美元奖金后 也持续热爱着歌唱这条路 因此这次回归同样让人期待 而说到郑琪琪的厉害之处 还有2017年担任新人王导师期间 慧眼是英雄 力祝拉斯维加斯选手秦美 夺下新人王冠军 这次失声回归 琪琪也不忘挑战高难度 我一唱歌我一拿到麦克风 就进了忘我的状态 所以就是我不会想 别人在那个时刻看我的眼光 而是那个时刻 我要把我全部给予观众 而同样是歌唱好手来自旧金山的2017年 新人王导师Jason Kay也准备好了多首歌曲 要展现出他一直以来最得意的高音技巧 并且与粉丝们分享 从东森新人王优胜者一路走到专业评审 母鸡戴小鸡的玩乐时光 有很多惊喜 好的也有 坏的也有 那希望今天看到所有的选手的能力之后 可以就是慢慢的开始策划以后的战略 选择南加州不论住宿或设备 老早砸下超过3亿美元 全新建造的顶级豪华大庄家赌场度假村 3月31日晚间7点举办 东森新人王15周年演唱会 将在台湾实力唱将黄小虎率领下 再次轰动洛杉矶 美国的朋友好久不见 大家好我是黄小虎 这次狂在洛杉矶的演唱会 将带来你们最喜欢听的歌曲 3月31号大庄家赌场剧院 我们不见不散 是新人王历届选手 15年来最盛大的回忆 同时也是知名歌手 陈诗安浪漫高歌的美好夜晚 新人王15周年演唱会 观众查询更多详题 请上新人王购票网站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